然后每次结果是怎么样呢 每次结果就是 我说田田如果自己愿意回家 我说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拦 我也不会去阻拦 如果说他不愿意回去 你们采取伤害他的方式 去到这里来警害他那种强行带走 这样子 田田他坚决不愿走 而且他要我保护他那种 我说这个到高岸来说我肯定会保护 好 那我们再来说说怀孕的事情 他父母说他离家出走的时候 怀孕一个多月 您刚才说是八月份的事情是吗 他怀孕的时候人已经被抢走了 我不知道怀孕 只是说田田被他家里逼着他 吃了那个打胎药以后 你是说他的父母亲逼田田吃打胎药 对 就是九月一号吃的 吃了一号他下午就跑到我这里来了 到傍晚的时候到我这里 药吃了吗 药吃了 熊女士我先问问你 刚才胡爱君说 发现女儿有身孕之后你们给他吃了药 这个算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女儿田田和胡爱君之间 到底是一段怎样的感情 仅能让作为父母的张先生和熊女士 做出这样狠心的事情来 难道这个胡爱君真的就是这么不堪 而身心受到伤害的田田 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 张先生和熊女士先方摆弃的要挽回自己的女儿 他们能做到吗 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 因为我女儿还是一个学生 打脸自己都照顾不了 打脸自己都照顾不了孩子了 我就是想要我女儿处理掉孩子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你女儿不听你们的话 去听另一个人的话 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那个男的身边 肯定是什么把柄 这个东西有可能 什么把柄 就是犯了什么造识了 被打到的把柄肯定是 你女儿有什么把柄那么多 我女儿凭什么她去心理她 我女儿根本不会这么不听我 听什么去那么听你的 我 我就 大家就听我跟我听 我是用我的真心去对她 她一向看 你们不要说 我养了一十八岁的女儿 我我没有家人 敢懂得她说一句话 那你要深刻嫌疼你会的原因呢 我充分地尊重她 我不会像你那样 就是要以自己的意愿 你肯定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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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她大二十来岁 那个我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呢 大概十几十几岁 好来 胡先生你也不用那么心急 我再来问问你 刚才她的父母已经反复提到 因为她觉得她的女儿太小了 还是个学生 你跟田田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你知道她还是个学生吗 知道 一个学生她可能真的承受不起 说现在去经历怀孕 然后又失去孩子这样的一些痛苦 你既然跟她交往 所以这些方面你应该比她成熟 您说这个问题 我肯定是应该比她成熟 我确实这方面我做的不妥当 就是说她作为年纪还小 但是这个男女感情问题 有时候也不是说大一个十几岁 二十岁 何国也没大到二十岁 对吧 就是说我这个年龄好像也不是很大的那种差异问题 只要我们两个人感觉好是真心实意 为什么不能到一起 你们可以 但是你可以保护她 我没保护她吗 她怀孕了 怀孕了 这个东西 你保护她保护的好吗 而且她当时还在实习 你有没有劝她 譬如说你至少实习结束了 正式参加工作了 我去你们家提亲了 我们再明媒正确地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爱情的话 这么点时间等不了吗 这个确实是我欠考虑 一直咄咄逼人 真正有词的胡爱君 此刻终于意识到 自己在处理和甜甜的感情问题上 有做的不好的事实 但也仅仅是一句轻描淡写的会议 这个确实是我欠考虑 但是令张先生和熊女士耿耿于怀的 恐怕还不止这些 我们能从胡爱君的讲述中了解到 关于这栋感情 两家人还不停地在激化矛盾 以至于闹到如今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么在胡爱君和甜甜的爱情曝光之后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